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DSE2013年Paper 2的25條MC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它說Equation of Circle C 就是2x2次加2y2次減4x加8y減5等於0 擺明這裡有陰影 待會全息隨意 因為有2有2 看到嗎? 它就說The coordinates of the points 就是P and Q R-1,2,N,4,0 respectively 它就問你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或 are true 有三個選項 不如做一擊破 第一個 它就問你究竟 Radius of C 是否5 如果你讓我做 剛才我都提過你 不如我在這裡做 首先 我就在這裡標示下第一個選項 而事實上 C 你要小心點 也就是有2在這裡 就是2x2次加y2次 加2y2次 就減4x再加8y減5就等於0 是不是? 全息隨意的情況下 就是x2次加y2次減2x再加4y 好了 就再減5over2就等於0 是不是? 所以 換句說話來說 在這裡 我們可以看一看 Center 根據公式 不如我叫 Center 為 G 好嗎? 根據公式 Center 就是-d 除2 即是-2 再除2 即是1 而 Radius 就是-e 除2 即是-4 再除2 即是-2 行不行? 好 當然 計算上 Radius 那 Radius 就是把 Center 兩個的 XY 位 就2次加起來 即是1 2次加負2的2次 就再減F F 這次就是-5 over 2 所以就減-5 over 2 就是這裡 就整個東西的開放根 所以換句說話來說 如果我們再做下去的情況下 這個就應該是開放根 30 除2 開放根 30 除2 段估都不是5 不過我也按一次給你看 就是開放根 30 再除2 就是2.7多 2.73多 所以其實在這裡告訴別人 5等於5 所以其實這個都拜拜 即是第一個 option是錯的 OK?行不行? 好了 至於第二個 option 我不如在這裡按下 第二個 option 其實它就問你 the mid point of PQ 是否在外面 C 老實實 因為你已經知道 C這個 circle 叫C 它的 center和 Radius 我當然是畫幅圖出來 有圖有真相 我經常都說 所以在這裡 不如我叫這個做 Y axis 這個叫做 X axis 這個叫做 X axis 這個叫做 X axis 好了 看一看 因為G是1-2 所以大約就是1-2 我當舉個例子就是這裡 1-2 這個就是G 就是1-2 而這個 center是開方跟3 超過2 即是2點多 是嗎? 它轉過來是1 跌下去是負2 2點多 所以是否會轉上去 2點多 那個 Radius 是不是真的這麼長 也都刺穿了這裡 因為這個轉過來是1 所以即是橫跨 XY axis 這樣 我會覺得幅圖就像這樣 大約畫 因為我畫得不太圓 所以我也比較難畫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C 就是2x2次加2y2次 減4x 再加8y 減5 就等於0 OK? 好 試一試 我們繼續看下去 現在它說有2點 第一點叫P 是嗎? 不如我就用G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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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2 就高一點 可以高一點 好嗎? 這點就是P 就是- 它就問你,這裡有一個PQ的Mid Point 是不是它的言下之意叫你把這裡連起它 我先把它連起了,Mid Point是哪個類呢? PQ的Mid Point大約目測就像在這裡 不如我叫它做M,好嗎? 就是叫做XY,為什麼我就想找XY出來,可以嗎? 它就問你,M這一點是不是拉外的C The Mid Point of PQ是不是拉外的C 沒有的,首先我想知道這個紅色的M點是什麼 所以在這裡我們做給別人看 我就會說,就是Let M這一點 就叫做XY,Be the Mid Point 就offPQ 好了,而事實上,我們已經知道頭尾兩點 中間那個點的紅色的X 就是把頭尾兩個XY加起來隨意 所以在這裡,X就等於把負1加4 再隨意 所以在這裡,就是3超過2 好,至於Y位 我們就放在這裡 Y位在旁邊做 Y位當然就是 紅色的Y,就等於把頭尾兩個Y加起來隨意 所以在這裡,就會是2加0 再隨意 所以這裡出就會出1 好,所以我們得出一個結論 其實那個M點就是3超過2 還有還有就是1 我們更新資料 好嗎? 即是說這點是3超過2 還有還有就是1 就是這個,可以嗎? 好,而事實上,我們繼續說下去 其實現在呢 我就想知道什麼呢 就是這個綠色的距離 綠色線就是這個叫做GM 為什麼我想知道GM的距離呢? 我都要提一提大家 等我一等 就是這裡有關於我的綠色線 有一頁,你自己揭開去看 就是有關於那個圓和點之間的關係 是不是Circle和Point的關係 其實我們想知道 到底那個點是拉外圓的Circle 拉按的Circle 還是拉外圓的Circle 其實要怎麼看呢? 那你看一下 為什麼這些點拉外圓的Circle 原因就是你用Distant Formulam Distant Between Two Points 就把Center和這個紅色點 計算一下距離 D如果是大於R 大於半径 那它便會在外面 相反 如果Distant 這麼巧 你算出來這兩個點的Distant 是等同於R 这一点就刚好踩在圆上 当然如果这一点在圆里 这两点之间的距离一定是小过R 半径 我们只是用这个微妙的关系 所以在这里我们先计算GM 即是绿色线段的长度 我用绿笔在这里计算 所以GM 我们会计算给别人看 GM等于什么 根据公式就是x2-x1 就是3over2-1 整个东西的二次 所以我在这里计算好它 就是3over2-1 整个东西的二次 再加 好了 y2-y1就是1-2 就是1-2 整个东西的二次 再开方根 好 所以出来如果没有意外 你按机 就是开方根 37-2 开方根 37-2 其实也很明显 当然大过这个蓝色部分 radius就是开方根 30-2 对不对 所以大过开方根 30-2 我可以在这里计算好吗 其实这个绿色部分 就是 这个 37 开方根 再随意 而radius 不如我在 这里计算 蓝色部分 不如我在这里 这个就是radius 这个就是开方根 30-2 所以 其实一定坏了 对不对 那 言下之意 我们有足够的证据 就告诉别人 所以 或者换言之 那个 midpoint of pq 当然 就是 拉 c ok 第二个选择 应该就是对的 ok 可以吗 那 写得很噁心 图一图它 对了 拉好c ok 如无意外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下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是什么呢 他就说 if 现在的g点 is the center of c 那么巧我叫做g ok 就是1-2 就是center 他就说 顶 那个 角度 pgq 是一个 小过90度角的角度 究竟是不是 他在问什么呢 不如我拿一支 紫色笔 好吗 就是他现在在问你 这里 把它连起 是吧 接着我又再把这两点 连起它 他在问你 就是说 这个紫色角 到底是否小过90度呢 是吧 那我自己会怎么计呢 你给我呢 不如我在这里计 那我在右手边 我先戒开一张纸 好吗 不要介意 因为不太够位 好 我英俊又破相了 经常被人这样戒一戒 都习惯的了 好了 我戒断了一只手 不过我说笑而已 继续下去 这个就是选择3 我们在这里计 是吧 而事实上 你给我 今次 我用紫色笔做 那首当其冲 我想计的是什么呢 我会计计一下Gp 即是这个长度 究竟是多少 那我又想计计一下 GQ的长度是多少 又想计计一下 这个PQ的长度是多少 那首先不要说那么少 先计Gp 是吧 Gp其实头尾两点 我们是有的 看到吗 这点是负1 这点是1负2 那你就用distance formula distance between two points 对吧 所以其实 即是 x2-x1 就是1-负1 就是整个东西的二次 再加 好了 y2-y1 就是负2 再减2 整个东西的二次 再开方根 好了 所以即是换句话来说 这个就是2开方根5 我更新了资料 即是换句话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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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2开方5 即是这个 好了 接着继续去 我又想计计一下 GQ的距离 又有头尾两点 是吧 所以又是用distance between two points 这样去计计 用公式 就是x2-x1 即是4-1 整个东西的二次 再加y2-y1 即是0-2 就是整个东西的二次 再开方根 所以出来了 在这里 即是什么来的呢 即是开方根13 即是这一段是开方根13 我就计计一下 在图上 当然 最后我想计计一下PQ 是吧 即是PQ 我也有头尾两点 所以其实用公式就是x2-x1 就是4-1 就是整个东西的二次 再加y2-y1 就是0-2 就是整个东西二次 再开方根 所以其实即是换句话来说 这个是开方根29 可以吗 那我就更新了资料 即是这一段就是开方根29 即是这里整一段 PQ 就是开方根29 所以现在我们真的想计计一下 这个紫色角 那是不是三条边都有 这个角没有 就是三边一角 那我就用cos formula 那我就告诉别人 拜这个cos formula 拜cos formula 真的发生什么事 其实这个角对着指着的 就是这条边PQ 那当然先放它 所以就是开方根29 这里整个东西的二次方 就会等于另外两条边的二次方 相加 就是2开方根5的二次 再加这个就是开方根13 整个东西的二次 再减2 然后两条边相成 就是2开方根5 和开方根13 不是很够的 所以在下面 然后再乘以cos角度 就是这个角 就是角度PGQ 就是角度PGQ 就是4一如4 这个4和4 约了 上下 最后剩下1 就是开方根65 就是延下之二次角度PGQ 等于多少呢 如无以外 就是按摩 就是1 按摩 按摩 1除 什么呢 就是这个了 就是开方根65 然后cos 就是shift cos 就是shift cos 就等于了 就是82 多 82 9 拿三位 是不是拿三个试匹 就是82 9 拿三位有数字 就是这个 好了 都很明显的了 82 多度一定是小过90度 是不是 所以换言之 你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告诉别人 换言之 角度PGQ 就是一个 锐角的三角 好了 那就询查一下 大家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问题 试图我给回整张 题目纸 看 这里是整条题目 我再往上去 再给回答案 全张纸过 看看行不成功 都不行 那我移高一点 或者我移高一點鏡頭 希望你會好一點 整張紙給你 看看今天行不行 應該行 看看今天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今天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我們再見 拜拜